黄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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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垄断整个行业 而身价被增的黄任忠也没委屈自己 不仅换了豪车豪宅 身边更是美女如云 陈宝莲在遇见黄任忠之前 陈宝莲的人生非常悲惨 他四岁时父母离婚 法院将他的抚养权判给了母亲 可是母亲并不管她 将她直接扔给了外婆照顾 可是在她十二岁时 她母亲又突然出现带着她前往香港生活 陈宝莲原本以为和母亲在一起了会得到母爱 可现实却是母亲面对一堆烦心的债务 想让陈宝莲拍风月片赚钱 就这样 陈宝莲不得不走进风月片剧组 因为天生丽质 又比大部分风月片女演员演技好 陈宝莲收获了很大的名气 陈宝莲也想过做出改变 她不想再演风月片 陈宝莲一直等待机会 而一个男人给了她希望 这个男人就是黄任忠 彼时的黄任忠春风得意 对于如此风流的黄任忠 陈宝莲自然难逃她的法眼 通过朋友的介绍她认识了陈宝莲 不过最开始陈宝莲并没有看上她 但是她并没有放弃 最终陈宝莲沦陷了 在和陈宝莲在一起的初期 黄任忠的确十分宠爱她 她以为她得到了爱 可是陈宝莲很快发现黄任忠 对她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 她和其他女人打得火热 为了获得黄任忠的专宠 她大吵大闹 这使黄任忠很生气 对陈宝莲越发冷落 失去黄任忠之后 陈宝莲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她在台湾买珠宝不给钱 她在伦敦因不良作风被判监时日 但即使如此 她依旧没有忘记黄任忠 她跑到台湾去见黄任忠 可是黄任忠不愿意见她 面对陈宝莲如此匪夷所思的行径 媒体都觉得她疯了 也许是闹够了 在这之后陈宝莲又谈了几场恋爱 但都不太长久 可是没有人会想到 陈宝莲最后会选择离开 将生命停留在29岁 离开之前 陈宝莲只给一个男人留下了一言 那便是她的少爷黄任忠 崔台精 崔台精因为有钱 黄任忠只给她一枚小戒指作为面相 崔台精一生中只有过四个月的婚姻生活 1976年 她为婚仙运和眼镜公司少东虚伟群结婚 四个月后生下儿子就离了婚 离婚的那年 她才26岁 后来她又谈过多次恋爱 但是到现在还是独身一身 不过好在她有儿子 不至于跟罗佩颖和郑艳丽一样 崔台精和罗佩颖还有郑艳丽各相差十岁左右 看得出黄任忠的选择范围真的很广 徐贵英在黄任忠生前的众多女星中 最终尚未嫁给黄任忠的却是徐贵英 不由让人赞叹她当时的魅力 徐贵英和黄任忠交往八年后才结婚 她是黄任忠的第四任妻子 徐贵英是一位女星模特级演员 出演的作品并不算多 与黄任忠交往了长达十几年 徐贵英是心非常大的女人 面对黄任忠的招花惹草 她选择自己看不见 黄任忠给了她安全感 娶她回家 但是在黄任忠众多绯闻女友的面前 徐贵英从来没有害怕失去过黄任忠 直到陈宝莲的出现后 徐贵英才感觉有了危机感 因为黄任忠后来喜欢上女星陈宝莲 徐贵英无法忍受选择离婚 虽然分道扬镳 但徐贵英对这位前夫却注入太多情感 知道她去世后甚至曾经一度伤心 黄任忠走后 徐贵英还到佛堂为她念经 徐贵英增侃侃而谈人生中的三段感情 她称刘德凯像恋人 黄任忠无条件包容她像妇女 和秦汉则像姐弟 如今的徐贵英依旧单身一人 但她表示自己相当享受单身的生活 张琼兹 黄任忠给张琼兹留下的誓字画 张琼兹是台湾女演员 她的老公是前棒球运动员郭泰元 和郭泰元生下两个女儿之后 张琼兹出轨了她的健身教练潘若迪 她被拍到和潘若迪在车内团聚八十分钟 出轨丑闻一出来 郭泰元被戴了绿帽子闹得人尽皆知 她要离婚 张琼兹几度挽回 最后郭泰元看在两个女儿的份上 和张琼兹一直过到了现在 后来张琼兹身体不好 曾经在片场犯心脏病紧急送医 如今 她的大女儿郭思瑜 又被曝当小三叉足以婚男婚姻 并且 男方如今也已经为她离了婚 她的二女儿郭思维被曝在学校曾遭欺负 因为父母都是名人 很多同学对她说话毫不客气 张琼兹出轨的事 让女儿在学校也遭受了言语伤害 罗佩颖在黄任中的遗嘱名单中 有一个名字让人很吃惊 那就是罗佩颖 罗佩颖本身就是富二代 家里不缺钱 从小也是养尊处优被家里当公主一样养大的 谁料到她会跟黄任中扯上关系 罗佩颖不仅家里有钱 后来她自己还投资房产 酒吧等 也大赚了一笔 她把生意做到了上海 在汤城一坪买了房 后来她终身未婚 只有过几次交往小男友的经历 2020年 她被发现在家中死亡 死后两天才被人发现 死后她留下了四亿台币的遗产 因为一生没有结婚 没有儿女 死前她交往的是一个比她小25岁的男友 因此她的遗产由她90多岁的母亲继承 马世丽 马世丽因为有钱 黄任中只留给她了一枚小戒指 又一个终身未婚的女人 不是说女人一生非得结婚 而是年轻时你有钱 你可以选择快乐和自由 但是到了老年 有些事真不是钱能解决的 郑艳丽 在陈宝莲离开后 黄任中最宠幸的是一个叫郑艳丽的女人 她的美艳程度不输陈宝莲 她本是最有发展的女明星 最终却因贪幕虚荣断送了前程 郑艳丽虽然当时混得风生水起 但工资却少得可怜 这是TVB一直以来的传统 因此 郑艳丽更是生活的捉襟见肘 这时黄任中的垂帘 让郑艳丽仿佛看见了生活的曙光 在一次饭局上 黄任中向郑艳丽抛出了橄榄枝 之后郑艳丽随黄任中去了台湾 在这场纸最金迷中 她失去了自我 甚至还做起了成为傅太太的美梦 可到了新世纪 黄任中的事业急转直下 身体也不如从前了 之后黄任中锒铛入狱 离开了郑艳丽 郑艳丽的傅太太梦彻底醒了 她拿着黄任中给她的钱去投资 却被时代的浪潮吞没 赔了个倾家荡产 之后她也拍摄过几个广告 可在演艺圈的地位 还不如一个十八线 受尽伤害的她 本想回到家寻找安慰 母亲却咒骂她 甚至不让她进家门 没有钱 没有工作 也没有了家人 郑艳丽从此消失在了大众视野 在看到她的消息时 她正在打工 为了多十元的时薪 还坚持在夜间上班 脸上早已没有了 当年的美艳动人 巨大的生活落差让她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 她每天都需要去医院检查 身体也无法消化更多的营养 最严重的时候她还直接住进了ICU 如今的郑艳丽没有结婚 也没有家 她只有两条狗 没有所谓的享受生活 只有半生的颠沛流离 黄任忠的后半生极其高调 风流奢靡到了普通人想不敢想的程度 只是不知道黄任忠在弥留之际 是否后悔过这些年的任性 才让自己落了个不得善终的结局 黄任忠 这位台湾富豪她被誉为 台湾最后的白马王子 尽管她的外貌并不出众 甚至被归类为台湾三大丑男之一 但她的风流运势却广为人知 一生似乎都在与美女相伴 其中就包括林青霞和邓丽君这样的巨星 据说黄任忠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甚至定制了一张可容纳九个女友的大床 接下来一起盘点那些黄任忠睡过的女人吧 一、陈宝莲 陈宝莲的一生 如同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悲剧角色 令人扼腕叹息 她原本出身贫寒 生活虽不富裕 却也简单安宁 然而 命运的轮盘 却将她推向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让她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美貌 这本应是上天赐予她的礼物 却成了她悲剧的源头 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的舞台上 她被视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然而这背后却是无尽的屈辱和磨难 她的母亲 那个本应该给予她关爱和支持的人 却因为自己的私欲和贪婪 将她推向了深渊 在母亲的逼迫下 陈宝莲不得不拍摄争议性视频 这无疑是对她人格和尊严的极大侮辱 就在陈宝莲感到绝望和无助的时候 黄仁忠出现了 她的出现仿佛是一道曙光 给陈宝莲带来了希望和温暖 黄仁忠是一个出身豪门 风流倜傥的富商 她对陈宝莲一见钟情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她不在乎陈宝莲的过去 只在乎她的现在和未来 她送给她名车 名表 带她参加各种高级派对 让她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荣耀和尊重 然而 陈宝莲很快就发现 黄仁忠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 她虽然对她宠爱有加 但却始终保持着一种 玩世不恭的态度 她的感情像一阵风 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陈宝莲沉浸在她的宠爱中时 她却已经厌倦了这段关系 开始寻找新的猎物 陈宝莲的心被彻底击碎 她终于明白 自己在这个男人心中 不过是一个过客 她的爱再深刻 也只是一刻春宵 她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 她的精神状态逐渐崩溃 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陈宝莲的故事 让人深感惋惜和痛心 她的一生充满了磨难和挫折 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爱的追求 然而 宁运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她 让她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二 徐贵英 徐贵英 这位来自台湾一兰的美女 生于1972年3月 拥有着令人羡慕的169厘米的身高 她不仅在模特界展露头角 还跨足演艺圈 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演员 然而 她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 徐贵英早年在模特界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优雅的气质 她迅速成为了众多时尚杂志和广告商的丑 然而 她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模特界发展 她渴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 于是 她决定涉足演艺圈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在演艺道路上 徐贵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参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其中最出名的作品便是穷瑶剧 在水一方 在这部剧中 她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然而 徐贵英的感情生活却充满了波折 她曾经是黄润忠的女友 两人之间的感情深厚 黄润忠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富商 她的花心行为 却也让徐贵英倍感困扰 尽管如此 徐贵英还是选择了容忍和包容 希望用自己的爱情去感化她 终于 徐贵英和黄润忠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可以安享婚姻的甜蜜 然而 命运却再次对她开启了玩笑 黄润忠的花心本性 并未因婚姻而改变 她依然在外面胡搞 徐贵英虽然心中痛苦 但却选择了隐忍和退让 她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宽容和包容 来维系这段婚姻 然而 徐贵英的忍让 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 五年后 她输给了陈宝莲 黄润忠的心 彻底被这位新欢所占据 徐贵英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她不得不面对现实 选择了与黄润忠分手 三 郑艳丽 郑艳丽 这位香港出生的混血美人 仿佛注定要在娱乐圈掀起一阵风暴 1972年7月 她带着与生俱来的优雅与气质降临人士 身高165厘米的她 体重却仅有43千克 轻盈如烟 阿诺多姿 在完成了大学育科的学习后 郑艳丽怀揣着对艺术的热爱与梦想 依然加入了娱乐圈 她的演艺之路初期便颇为顺利 有幸与巨星梁朝伟共同出演了 侠客行 尽管只是配角 但她那独特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 仍然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然而 进入90年代 郑艳丽的星途却突然暗淡下来 面对事业的低谷 她并未选择放弃 而是决定走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接拍三集片 这一决定无疑充满了风险与牺牲 但她却毫不退缩 她的代表作《念门惨案之介种》 更是引起了轰动 她在片中的表现让人惊叹不已 然而 即使如此大的牺牲 郑艳丽的事业也并未因此好转 在感到心灰意冷之际 她遇到了黄仁忠 黄仁忠 这位在商界和娱乐圈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向她伸出了援手 面对黄仁忠的慷慨 郑艳丽选择了接受 成为了她的得宠女友 虽然外界对于她的选择有着诸多议论 但郑艳丽却并未因此动摇 四 谢千惠 谢千惠 一个来自台湾的普通女孩 于1975年4月降生于这个繁华的岛屿 她的家境并不富裕 生活过得朴素而艰辛 中学毕业后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 她无法继续深造 同时找工作也处处碰壁 最后 她只好走上街头 开始摆地摊的生活 然而 命运似乎总会在不经意间 给予人们意想不到的转折 有一天 黄仁忠 这位在商界和社交圈 都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 偶然在街头邂逅了正在摆摊的谢千惠 看到这位年轻女孩为了生活而努力拼搏 黄仁忠心生测影之情 决定向她伸出援手 她将她介绍到朋友所开的餐厅工作 负责公关事务 谢千惠虽然出身贫寒 但她天生丽质 身材有料 当她穿上餐厅的制服后 更是显得身姿曼妙 惹火动人 黄仁忠看到了她的潜力 于是将她收为私人护理 并让她掌管家中的大小事物 在黄仁忠的庇护下 谢千惠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然而 人生总是充满了变数 2004年 黄仁忠因病重陷入弥留之际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陪伴在她身边的只有三人 她的儿子 姐姐以及谢千惠 谢千惠在这个时刻 展现出了她的坚强和忠诚 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黄仁忠 直到她安详地离世 黄仁忠的离世 对谢千惠来说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但同时也是她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在处理黄仁忠的后世过程中 谢千惠的出色表现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她以坚强 果断和专业的态度 成功地处理了黄仁忠的遗产和家族事物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誉 这次经历让谢千惠名声大噪 她也因此成功地进入了娱乐圈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在综艺节目中崭露头角 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名主持 五、小潘潘 在黄宅深处 有一位多年来一直默默付出的管家 她就是小潘潘 曾经的她家境贫寒 不得不在繁华的夜市摆摊 为生活奔波 然而命运似乎对她有着特别的眷顾 在她十九岁那年 黄仁忠在熄壤的夜市中发现了她 那双明亮的眼睛 透露出的坚定和不屈 深深打动了她 黄仁忠被小潘潘的坚韧和自尊所吸引 决定将她带进黄宅 让她成为自己府上的一员 而小潘潘 也从此开始了她不同凡响的人生旅程 在黄宅里 小潘潘不仅成为了黄仁忠的得力助手 更是她心中独一无二的干女儿 她是唯一一个被黄仁忠败过神的干女儿 这份殊荣足以证明她在黄仁忠心中的地位 小潘潘称呼黄仁忠为少爷 她身之府上的一切事物 无论是大小事宜 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 1991年 小潘潘陪同黄仁忠外出时 偶然发现 她在一张海报前驻足良久 她好奇地望去 只见海报上的女明星 国色天香 风情万种 小潘潘心中一动 立刻记下了这位女明星的名字 陈宝莲 她明白黄仁忠的心思 于是暗中安排 让这位女明星有机会进入黄宅 成为黄仁忠的心宠 在黄仁忠的众多女伴中 徐贵英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位 然而 即便是面对这样的存在 小潘潘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她像是徐贵英面前的一道坚固的屏障 保护着徐贵英的安宁 也维护着黄宅的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 在黄仁忠生命的最后时刻 陪伴在她身边的人也有小潘潘 她不离不弃地照顾着黄仁忠 直到她安详地离世 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 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台湾股市也在这场风暴中 遭受了重创 黄仁忠 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商业巨头 也在这场股市风波中损失惨重 她的上百亿家产 在股市的波动中大幅缩水 让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和经营策略 与此同时 黄仁忠早就存在的糖尿病也在逐渐加重 她的身体日渐衰弱 进出医院成了家常便饭 她的病情让身边的人都为她担忧 但她却依然在坚持着 希望能尽快恢复健康 从2003年开始 黄仁忠的风光日子便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年 陈宝莲的离世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而她的众多女友也纷纷离她而去 2003年10月 黄仁忠的病情愈发严重 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即使在病重期间 她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豪放本性 她搞了一场豪门宴 宴请过百宾客 场面十分壮观 不过 令人惋惜的是 她昔日那支红粉兵团 已经不见了踪影 然而 生命的尽头 终究无法逃避 2004年2月 黄仁忠结束了自己风流而传奇的一生 她的一生 充满了起起落落 风光与挫败交织